娱乐圈中的恩爱夫妻不少 张新义原红算是一对 令人无比羡慕的是 他们不仅是姐弟恋 张新义是二婚 此前还有过一任丈夫 以及一个谈了大约七年的前男友 与前夫杨树盆相比 张新义的前男友王志飞的知名度 要少为大一些 王志飞是北京人 他的父母是聋哑人 所以缺乏交流的王志飞 从小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特殊环境下长大的王志飞 也自然比同龄人要早熟些 他们说不出来 又听不见 那从小呢 我跟他们的沟通呢 就有限 天长日久之后 也养成了我这样的一个 沟通上的这么一个障碍 十岁的时候啊 喜欢话剧的王志飞 得到了一个不错的机会 参加了一个系列演出 之后王志飞对表演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高中毕业后 王志飞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 遗憾的是他落榜了 也许是王志飞与表演的缘分未尽 之后的铁路文工团招生 王志飞成功考入了 还成为了团里的骨干分子 王志飞凭借着自己的出色表现 被团里派去中央戏剧学院深造 也因此呢 他结识了很多优秀的演员 并与娟子 傅彪 林金来等知名的老戏骨同窗学习 1987年 王志飞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 就开始跟团进行全国各地的演出 王志飞秉持着一年只见三四部戏的原则 踏踏实实的演戏 磨练自己的演技 终于在1999年 他凭借电视剧突出重围出了圈 并因此获得了金银奖 观众最喜爱男配倔奖 与影师剧中的正奇有反差的是 王志飞现实生活中的感情生活 异常精彩 1992年 王志飞结识了圈外人李健 婚后两人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叫王爷 这段婚姻维持了十多年就结束了 2005年 在王志飞拍摄风吹云动心不动时 结识了张欣义 虽然王志飞比张欣义大16岁 但两人非常谈得来 戏拍完后 他们就互生情愫 此时的王志飞家有妻儿 为了和张欣义在一起 王志飞与发妻李健离婚 儿子王爷的抚养权也归王志飞 这段感情也令张欣义背上了小三 插足别人婚姻的狐狸精等标签 与王志飞在一起后 张欣义的资源变好了 一部北京爱情故事更是令其人气暴涨 与此同时 张欣义与李晨的绯闻也没断过 2012年 王志飞单方面发了分手声明 这段近七年的感情画上了句号 离开王志飞后 张欣义便与杨树鹏结了婚 仅仅过了一年的夫妻生活 他们就离婚了 2014年张欣义在拍摄电视剧 《解忧公主》期间与袁红相识 两年后 两人举办了婚礼 和张欣义分开后的第二年 王志飞就和张定涵走进了婚姻殿堂 两人仅恋爱了三天就闪婚了 三天就领证了 就决定了 明确了恋爱关系 这样之后 我们要不要给一次 剧崇拜剧崇拜的角色 这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值得一提的是 张定涵比王志飞小了15岁 好多网友都调侃王志飞 说他只爱嫩草 张定涵虽然名气不大 但也曾出演过很多戏 《天涯明月刀中》的明月星 《五妹娘传奇中》的长孙皇后 《四藤中》的贾桂之等 王志飞和张定涵婚后 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 王志飞非常疼爱这个女儿 当时生出来我女儿比较小 然后因为我早产 所以他说我不能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得那个在家陪女儿 包括女儿睡觉呀什么的 小的时候喂奶呀拍格呀 这些都是他做的 王志飞对待儿子王也的态度 却决然不同 王也曾经参加过一档 叫做《我不是明星》的节目 王志飞在采访时就很生气 说自己不同意儿子参加这个节目 还说他在消费自己 当王也在台上准备开始唱歌时 在线上的王志飞和儿子 发生了争执 之后愤怒离场了 因为王志飞是反对王也唱歌的 王也倔强地认为做音乐山的梦想 也许是王志飞认识到自己对儿子的严苛 才会对他的女儿加倍温柔 如今王志飞和张欣怡一别两宽 各身欢喜 彼此的生活都是幸福美满的 尽管过程很曲折 但最终大家都找到了各自满意的归宿 盘双方都能与另一半白手赴夕阳 关注老一副 带你看娱乐圈明星亲戚的那些事 我们下期再见 好